所以它Mass也沒掛 Render也沒掛 那主要當然我覺得它跟一個原因有點關係 因為這個Python未來不是只有在Windows裡面跑 Windows裡面記憶體都很大嘛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在什麼呢 像一些那個就是物聯網一些 可能一些遷入式的小裝置嘛 像現在那個遷入式 像那個樹莓版或者Arduino那個便宜 非常便宜啊 上面都可以掛Linus 而且可以跑得非常順暢 一個呢可能大概不到 可能你們外面買淘寶可能掏不到10塊錢美金就可以 有一個你只要再加上一些 什麼記憶卡然後再把那個環境灌上去你可以在上面跑得很好 它也可以很穩定的而且很省電嘛 它的供應電只要那個USB5V就可以了你把它放著 那利用Python寫一些東西你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 那價錢很便宜啦 所以這個當然也是未來的應用 軟硬整合 那也就因為這樣關係 通常那個小的裝置 你沒辦法很大的RAM 所以它RAM很小 你不能 放太多啊 所以有的時候Python會選擇什麼 有些東西 先 輕便一點 不然的話到時候可能跑不動那就麻煩了 OK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Random 那Random的話可以 import一個Random 然後呢在這邊利用Random裡面有一個很常用到的一個方法 叫做RandomRange 這個RandomRange用到的非常 它裡面的話就給它兩個資料 一個資料是從哪個數字開始 一個資料呢是到這個數字的前一個 不過這邊應該如果1到99 這個應該是改成100才對 因為 如果你要1到99的話 它這個數字的前一個 才是99 所以這邊的話如果放99的話 那應該就是跑1到98 也就是從1到98裡面 挑出一個數字 幫我返還到A 那這個時候當然我就不用自己輸了 所以這個地方怎麼改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也是一樣 來我們如果說切到這邊 然後把剛剛的程式拿來改好了 比如說呢我 拿那個 我們的 這個好了 拿這個 然後把按右鍵 複製一下 那我習慣貼的時候 就是再把它貼一個 那後面加一個名稱好了 比如說這個後面加一個Random好了 假設 我們就 這個是做那個亂數的 OK 那我們剛剛是從這邊輸入 那可是我現在 不要 自己輸入喔 我是電腦幫我挑一個號碼 那挑一個半徑 半徑是 1到99之間幫我挑一個 那你要怎麼樣讓它產生亂數 1 請你記得打一個Import 記得一個 叫做Random的一個模組 一個 一個Module 那個Module的話呢 你就打一個Random 會不會提示呢 好像不會 Random 所以Eclipse還蠻貼心的 你看 打一個 我要打到RAND 這邊才會出現Random OK 它會偵測到 它會自己去幫裡面找找看 那找到Random之後的話呢 2 怎麼去使用它呢 我這一行註解掉好了 保留一下 本來是用Input 那我現在改成什麼 等於 亂數幫我跑 那我怎麼亂數幫我跑呢 你就打一個Random Random就出來了 Random裡面 現在的話 Input進來之後 它的屬性跟方法都會讓你看到 所以裡面其中 方法一定是 有沒有 前面有 C開 M開頭的 那你裡面的話 其中有一個方法叫做什麼呢 叫做 Random Range 有沒有這個 你可以用這個 其實你也可以 有一些 人 網路上 我會常看到有人用Random IMT 不過用法不太一樣 好像一個最高一個最低 規則不一樣 可是 結果 有些是相通的 我習慣用Random Range 錢瓜糊 他要跟你要 兩個資料 第一個資料是從哪個數字開始 我的半徑從1開始 幫我亂數 抓什麼 抓到100好了 比如說我要1到99 隨便幫我抓一個數字 那這個100 指的就是 他最後那個數字是100-1 所以 1到99 100-1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得到一個 這個A 這個A的話不是我有輸入 而是亂數產生的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他直接執行 就會 就會自己 幫你抓一個亂數 抓到 只是說我不知道 這亂數 是哪一個 其實有個方法 你不如就是 在前面多加一行 有沒有print什麼 把Aprint出來 我也不知道他抓哪一個 先幫我print出來 這個是他幫我抓到的半徑 你前面可以再加一個半徑 亂數產生的半徑 為 多少 然後他會自動 OK 他幫你輸出82 那當然亂數 他每一次 自己跑的 數字也都不一樣 OK 所以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很方便的 自動去取得一個 亂數結果 這個可以做什麼樣的用途 未來如果 舉凡一些 常見的遊戲吧 比如你要 玩一些遊戲的話 其實可以用亂數的方式產生 OK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早上的話 剛好就 講到這個亂數部分 下午的話 我想我們再延伸出 也許再來 這部分呢 就是講完之後 再來我們就要 接著講那個 4回圈 跟5回圈的部分 裡面會需要 假設啦 我今天要重複做一些事情的話 那可能就是需要用那個 回圈的部分 沒有